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作者是曼郡, 故事的名字叫做《人家的好意》, 主角是一位伯伯姓李, 这位李伯伯拿了一些鸡蛋去街市卖鸡蛋, 李伯伯就在他的页面写着《新鲜鸡蛋在此销售》, 我放一张字在这里,《新鲜鸡蛋在此销售》, 有人看到我跟他说, 哎呀喂,为何你要写新鲜? 难道你买过的鸡蛋不新鲜吗? 他想是,就拆了新鲜两个字, 没多久又有一个过路人走过, 就是说,为何要在此呢? 你不在这卖,去哪卖? 他想也是,就拆了在此两个字, 然后有一位老太太走过来说, 销售这两个字是多余的, 当然你在这卖, 难道你是送的吗? 他想也是,就拆了销售两个字, 当时很多人围着他在这看, 他说你真是多次一举,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买鸡蛋, 为何要写鸡蛋两个字呢? 于是他把鸡蛋的字都拆了, 什么字都没有, 最后一只鸡蛋都没有卖出去, 其实人性的弱点就是, 我经常听人家说, 我太着意别人, 如何说自己, 如果我经常想着别人, 如何说的时候, 别人乱说, 你自己就方寸大乱, 其实做人呢, 你怎么做都好, 肯有人说三道四, 人家是都要指指点点, 有人的地方, 是有是非, 就有很多批判, 总之呢, 我们信德哥情失所欲, 人家的好意, 不要绑架你, 你是生活在人家把口那里呢, 很悲哀, 我跟人家往来, 当然会很着意人家怎么说自己, 听到好的就是很开心开心, 听到不合听的就是, 情绪低落, 很激气, 很怀疑自己, 很无人, 其实人家不停地说一下, 你搞得自己很累, 好不定, 沉了打沉了, 有一句话呢, 如果你是一棵树, 人家对你的态度, 所有说什么呢, 是一阵一阵风, 你这么在意人家的意见, 就是说人家随便一阵风, 你就哀哀去摇, 甚至吹淋, 所以真是伤害你的, 不是人家怎么看, 是你自己敏感, 说完这个故事, 你明白吧, 不过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 跟这个无关, 但没人说, 我想说, 我常常都想说, 我们伟大的港铁, 香港的地下铁公司, 有一样东西, 常国很不妥他们, 他有好东西做得很好, 一定要赚了先, 譬如他们的班次, 很可靠, 很准时, 他们的网络设计得很好, 譬如, 我最近去完英国才知道, 全世界的地铁很吵, 香港的地铁是最静, 是扔了很多钱下去, 令到那些车轮和轨, 那些磨擦是静很多, 下了很重本的,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经常觉得他们宣布的东西太多, 搞得我们很烦, 还有就是, 因为我是中文老师, 因为我是教翻译的, 我在大学里面四十年, 你讲执着也好, 很敏感, 中文写得好不好, 语言呢, 是要来沟通的, 沟通的成败在于你表达得好不好, 现在全香港, 甚至全中国, 人们讲到话都有语病, 很多原因, 现在不在那里讲, 我想举一个例, 这句话, 我想你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听了一万次了, 听着了, 就是说, 本班车以罗湖为终点站, 十个字, 打出来, 哎呀呀呀呀, 是这样打, 其实不用这么说, 当然是说这班车, 不是说对面那班, 对吧, 为终点站, 中文很简单的乱呼就可以了, 甚至打落呼, 落呼, 落呼, 我们就明白了, 两个字就够, 最多三个字, 为什么要十个字呢, 沟通, 有一个原则, 这是从哥的专业, 我有资格讲, 我在堂上常常都讲, 如果十个字可以表达到的, 不要讲三十个字, 一句话讲, 讲得解释得到的, 就不要解释四句, 如果是三个字, 两个字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要说十个字呢, 你是浪费我生命, 你令到我更加精神烦恼, 还有呢, 靠吞的效率差了, 我要看这么多个字, 才知道你说什么, 你经常都讲, 啰啰啰啰, 讲这么多东西, 其实三两句, 很精简的, 可能救多人的命, 可能更加入心入肺, 可以不讲这么多就不讲这么多, 一句话的长度, 还有它的效果是成反比例, 越简简, 收得越多, 这句就是, 往落户清楚到什么, 甚至落户, 这样就可以了, 甚至是this train terminus at落户, 我觉得真的不用了, 可以说this train goes to落户, 中文很简单, 七六六网络就可以了, 你同不同意呢, 跟刚才那故事, 可能没关系, 不过我经常执着这儿, 觉得我们的社会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你说这很小事, 什么都只是一句, 不是呀, 不是呀, 全个社会这么想东西, 我们的沟通全个社会都是这么差, 是很大件事的, 你研究语言, 好像我这样, 你就明白的了, 不过刚才讲的故事, 不是讲这些, 是很真的, 长哥讲心医, 常常都说, 有四样东西, 令你长期病的, 你病, 你常常都医不好, 你常常都痛苦, 是因为你做错四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 常常都想着人家怎样讲自己, 越在意, 人家怎样讲自己的人, 就越病的, 等到你可以我行我素, 活出自己, 就不用病, 信不信, 明白吗, 有机会, 看多点这场歌, 讲心医的那些东西, 好吗, 有影片, 有书, 有文字在我Patreon那里, 对了, 多谢收看,